大家好,我是HIGH CHAIN,然後我今天主要是想要做演算法歧視的整理 那其實現在已經很多辨識系統有些已經開始用QQ跟連結了 可是其實他們training data可能會因為少了某些的那個種族或者是年齡 那會造成他結果會有些歧視性問題 那我現在今天想要整理一些案例 那我們的想法是透過整理這些案例之後把它抽象成一些技術上問題 然後找出一些方式可以去檢驗他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找方,謝謝 謝謝HIGH CHAIN